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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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再无宁日了 八个字就能准确预言楚国未来 在吴子虚逃脱之后 原本想直接投奔吴国 但因为路途遥远而无奈 只好投靠在宋国的太子 又碰上宋国内乱 吴子虚只好再次投奔郑国 到了郑国的吴子虚 又碰上太子剑 联合晋国大夫 准备推翻郑顶宫 却被郑定公提前知晓而被杀 最后 吴子虚只能徒步逃亡吴国 再招关被追兵追赶 吴子虚慌不择路 被一条大江拦住去路 争走投无路之际 巧遇渔夫划船渡江 吴子虚得以逃命 为报渔夫救命之恩 吴子虚将随身配件相送 起料老者怒道 楚国之法 都吴子虚者次里五万代 绝职归 企图白金剑业 说罢提剑自晚而死 以示自身清白 楚王有另确的吴子虚者 次里万代 风绝尚大夫 老汉我不图万代之上 大夫之风 反倒要托你这把百金之剑 吴子虚逃脱之后 东躲西餐 不仅身体力垮了 就连盘缠也花光了 只好拖着病去沿路乞讨 后来 一些吃不饱饭的人 就学着吴子虚这个样子 乞讨为生 尊称吴子虚为乞丐头 诞生乞丐这一行业 吴子虚就成了乞丐的祖师爷 历经千辛万苦的吴子虚 终于来到吴国 经过公子光的引荐 对于觐见吴王 但并没有得到重忧 在吴国他遇到了野心勃勃的公子光 吴国拿下楚国的钟离和居巢 吴子虚劝吴王一鼓作气 指导楚都 公子光却急忙说不 吴子虚不就是想借着吴国的兵马 报自己的丝绸了 法楚 时机未到 吴子虚知道公子光之意不再建功 而是日夜垂下吴国的王位 他默默地将一个叫专珠的人 推荐给公子光而后退身 功耕于野 楚拼王管 趁着楚国国葬 吴国大军清朝而出 很遗憾 被楚军抄了后路 连回来的机会都没有 国内空虚 公子光却两眼放光 那个被公子光储藏已久的专珠 走上前台 借着给吴王上菜的机会 将于长剑刺剑了吴王的胸膛 吴王了当场一命 公子光顺利夺权 自立为王 从此他有个更响亮的称呼 吴王和驴 吴王和驴 四年 楚国公武 吴使吴子虚将兵迎之 吴子虚大败楚军于豫章 那些年 吴国有雄主和驴 有能称吴子虚 有君神孙武 吴国内政军是之变化天翻地覆 吴国上下一致认为 楚国这块肥肉 是时候吃了 和驴继位的第三年兵发楚国 直到公元前506年 吴国联合唐国 蔡国与楚国军队在汗水决战 吴子虚乘胜前进 双方前后五次交战 终于公务引渡 当天楚昭王出逃 投奔隋国 吴君顺势是包围着隋国 逼迫隋国交出楚昭王 但是隋国没有就范 吴子虚没办法 只得掘开楚平王的坟墓 挖出尸体抽大三百遍 以示成绩 这开了后世鞭尸之先河 也正因为如此 吴子虚被后世人诟病 整个春秋战国时代 都以吴子虚的行为而感到不止 但吴子虚的这种复仇方式 真的过分 吴子虚错就错在 不应该在报完仇之后 还将自己曾经的主子 挖出来鞭尸 但是 站在法治健全的 现代社会江湖 仍然觉得有一种 解气的快感 父母兄弟之仇 不共戴天 怎能不报啊 当时 吴国的城市规模很小 到河驴上台 是吴国的地理位置 仍不占优势 吴国位于东南之地 一方面险祖潮湿 一方面又有江河湖海的优惑 为了能够让国家安定 百姓安居乐业 从而达到称霸称王的目的 同时顺应当时吴国社会经济发展 和对外战争的需要 合于接受吴子虚修筑都城的建议 并将众人交付给吴子虚 吴子虚没有辜负河驴的信任 采取了城内有城 城脉有锅的三重建制修筑无都 吴国都城的重建 不仅极大推荐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也在吴国的强大以及争霸事业中 起到重要作用 从政治上看 在吴国的小城中修建公事 政令直接由王室下当 还能监听吴国人民百姓的活动 吴国都城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从军事上看 吴越春秋曾提到 滚修筑城保卫君主 修筑过让百姓居住 这就是城郭的起源 说明城市的起源 与军事活动间的密切观点 吴国修筑都城也有同样的军事目的 河驴在都城集中围长布置重兵把守 经常进行军队的操练 因此 吴国都城有军事堡垒的性质 经济方面 吴国都城中街道纵横交错 城市居民的数量超过万人 吴国的都城中设置有商业区 还派遣专门的官员对其进行管理 当时 吴国的手工业十分发达 如青铜野柱 造船 智慈 酿酒等 与之相应的是城内设有手工 除此之外 城郭中还设置有仓库储存粮食 由此可见 和驴时期的吴国都城极是政治 军事中心 又是经济中心 对后世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也起了重要作用 修筑都城 建起粮仓 短短几年时间 吴国焕然一新 国家实力更加强大 五股丰登 兵革礼坚 在丰沛的物质基础上 吴子徐和孙武互相配合 主动出击 为吴国开疆拓统 和驴三年绿兵伐楚 六年大破楚军 至九年知识白举之战 直接攻破楚兜影城 吴国以众吴子徐等人 吸迫强楚 北半徐 卢 其成为诸侯一霸 攻打越国时 和驴受伤后不治身亡 夫差继位 吴王和驴临终之时 嘱咐夫差为父报仇 一开始夫差立志报仇 对臣下的劝诫还能听进去 等到打败越国以后 就开始飘飘燃鸟 刚愎自幼 不再听从尼尔中言 夫差不惜劳民伤财 大造孤苏台 吴子徐坚决反对 劝诫夫差吸取历史教训 当初夏节造露台 导致天道阴阳不能调和 冬天夏天不能暗时倒来 百姓种植的农作物 不能成熟 上天降下灾节 百姓不信任国家 最自取灭亡 子徐还就竟用楚灵王做对比 当初楚灵王不听群臣的劝谏 修建张华台 最终百姓无法忍受饥荒牢笼 军队也背叛楚王 楚灵王落得重判千里 被迫自杀的下场 但夫差对吴子徐的谏言 莫然不理睬 对吴子徐也见生厌烦之心 越王勾剑投降后 吴子徐认为应一举消灭越国 然而夫差在打败越国后 狂妄娇横 穷奢极欲 并未听取这个建议 吴子徐看到夫差 已睡入勾建缓兵之际中 多次指引觐见 夫差非但不听 反而听信薄匹的谏言 疏远吴子徐 从夫差平日的言行中 聪慧如吴子徐自然能够察觉 他的厌烦和不信任 于是趁着出示齐国之事 将儿子托付 没想到夫差 以吴子徐托子齐国 为借口刺剑让其自杀 吴子徐临终前 对夫差派来的人说 我死后将我的头挂在城门上 我要看着越国公路无果 说罢自晚而亡 吴子徐死后九年 吴国为越国所灭 吴王夫差蒙着白布自杀 据说是吴脸面对地下的吴子徐 吴子徐振兴吴国的功绩 和为国执剑的精神 受到百姓的尊敬 他最后的悲惨遭遇 也深得人们同情 在他被夫差刺死投江后 吴国人愤愤不平 在江边建立祠堂 永久地纪念吴子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